今天最大最大的焦點就是中華隊打破了歷史紀錄 拿下了三大賽當中的世界棒球12強賽的冠軍 真的是得來不易 因此呢我們今天TVBS主播也特別應援 穿上了Chinese台北的球衣 要跟大家一起迎接中華健而抵達台灣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呢 目前我們的中華隊的教練選手團 還在飛機的航程當中 稍待一會8點50分左右 表定時間就會降落在桃園機場 我們可是派出了記者主播群 要去迎接這些中華英雄 請繼續鎖定我們的直播喔 不過昨天的賽事呢 是不是也讓您覺得看得驚心動魄 從4局上新池得點拿下一分到了5局 這個台灣隊長陳吉憲又敲出了3分安打 這過程當中呢大家應該是又驚又喜 直到最後的絕妙雙殺 他終於點定了勝局 這過程當中呢球員們有汗水 同時也有淚水 更還有我們所有台灣人在應援的加油聲 我們來看看中華隊到底締造了哪些記錄呢 首先12強賽真的非常不容易 賽前呢很多日本媒體 甚至呢這個世界棒球的聯盟都說 在12強賽當中中華隊呢是實力比較靠後的 但是我們以表現讓大家疊破眼鏡了 最終呢我們完封日本以4比0拿下了勝利 這是三大賽當中首度奪冠 而現在呢球員們的努力也有所獲 總獎金呢上看了3億元 而昨天晚間呢在得勝的那一瞬間 不曉得您住的地方是否也四處都是尖叫聲 大家真的是太開心太興奮 也謝謝這些中華英雄締造了歷史 東京巨彈內響冊國旗歌 現場球迷大喊功不可沒的縱也真豪居 眼神充滿感動比出大愛心回敬 大會一一唱名中華隊選手 用的還不是羅馬拼音 從教練團開始一一唱名 現場台灣球迷聽到熟悉的名字 全場歡聲雷動 十二強大會主席和孤董 幫所有台灣英雄們帶上金牌 孤重量也不忘給球員們大大擁抱 接下冠軍獎盃所有球員激動相擁 跳起來不斷尖叫 因為這一刻締造台灣棒球新歷史 這冠軍盃全台球迷判了三十年 上回最接近冠軍是在一九九二年 發賽隆納奧運上奪贏 這回睽違三十二年 在頂級國際賽場上打敗日本武士 更是在國際一級賽事中 首度拿到世界冠軍 也是第一次擊敗日本全職業隊 二零一三年經典賽 當時台灣奮戰時局一分之差 輸給日本 後續長達二十年對日本 臨勝九敗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號 這天魔咒隨之消散 球員浴血奮戰 獎金當然不能手軟 棒鞋理事長估重量加碼共七千萬 國光獎金金牌每個人七百萬 二十八名選手累計1.96億台幣 再來賽事獎金冠軍一百五十萬美金 折合台幣四千八百八十七萬 全部加起來眾號隊能獲得上看三點一億 平均每個人渴望進帳一千一百萬 不僅是一場比賽的勝利 更是台灣棒球在國際上立下新的標杆 這一次你們會說到台北什麼的 好中華隊真的好棒 讓全國的民眾都餘有榮焉 我們線上網友大家也會說 真的是太開心了 像林麥克說中華隊真的是超水準 那麼同時呢大家也說一個人應該多發一點錢 因為他們真的是為國爭光 全國舉國上下都替他們開心 不過大家知道嗎 這一次呢世界棒球十二強賽 中華隊端出的陣容一開始 為什麼會不被外界所看好呢 因為其實呢有很多的強投強打 不管是殷商或者是聯盟不放人 或是其他的因素都沒有辦法為國效力 所以這一次呢我們的陣容28人名單當中呢 就有一半都是國際賽事的新鮮人 而且有很多人呢才是24歲21歲出頭 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少年初英雄 像是最後才逮捕進來 那麼被日本的體育記者 暱稱為灌籃高手裡的魚住棒球版曾宋恩 敲出了安打也在賽事當中穩定軍心 同時呢還有張震宇抗美的時候 也敲出了二壘安打 而值得注意的是他這個球技才因為德州撲克的爭議 而被禁賽現在可以說是一掃陰霾 而他比出的三角形O-in也成為了每一位選手上壘之後 讓大家展現拼搏的手勢呼應了 再來我們要帶您看到是這一次呢 在對戰日本的時候我們的投手群跟捕手 可以說是展現驚人的玩風實力了 來看看呢最重要穩定軍心的就是我們的捕手林家政了 相信歷經已逸許多家政婦應該是粉絲直線飄身 他被球員暱稱為配球皇帝 看著他的眼神投手的心就定下來了 與此同時呢 林家政在昨天的賽事當中也是掀齒得點 在第四局的時候拿下了第一分 另外還有張震宇呢 大家都說他是騎兵服襲 因為外界認為他的頭打位置呢 其實跟很多現在的比較主流的選手是重複的 但是他自詩為工具人 叫他去哪就去哪 同時江國豪呢在中繼的時候也建功 莊馨諺也是對抗了壓力 堪稱是拆彈手 而這一次呢其實多名名將傷退 賽前不被看好 但是不管是這些新秀還是教練團 都給足了選手滿滿的信心 更別說他們是全台灣的榮耀 全台灣的期待 更有許多球迷到東京巨蛋 幫我們的中華英雄助威順利拿下冠軍 每次的大家都有árias 不知道內 Citizens 那些人也可以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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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我們出現六個 под獄 致會能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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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取得獲得獄 OK 公職落選這回夫賽抗美 敲出二壘安打 不要說從主訊 從德州布克那件事情之後 還有人會選我 到中華多我就覺得非常感恩 我自己表現跟我一起想的 沒有想的還要好 10月28人民難出爐 沒有張育成 龍貓也說已參加議院最優先 沒有最強國家隊的思維 沒想到賽前兩週再宣布 古靈退出 郭俊麟 曾宋恩 黃恩次地補 兩年後首度集合訓練29號就開訓 俞祝這時候才拿下台灣大賽系列賽MVP 就拼上國家隊戰袍 在12牆也成為首敲鞍的第四番 投出一個生涯的年代 就是整季出賽了50場 然後都是中季為主 然後也拿了6勝跟11次的中季成功 每次上場9元 都有一個不錯的結果 有衝進有體力 或者是有不怕輸的精神 有兩名旅外球員 但算是全中職軍團隊長找成間線 也有原因 我只希望你能把你的快樂 渲染你周邊的人 氣氛擔當也以身作則敲了好幾岸 只是網紅蔡阿嘎也發現 12牆海報燒了中華隊 但轉念沒關係 在上頭的是11強 這回有新生代球員跟今夜傳承 讓中華隊順利登頂 拿下世界冠軍 特別新聞亮男監委 藍雲民家庭綜合報導 好我們今天現場網友相當的熱烈 而在昨天4比0完封日本的賽事當中 不曉得觀眾朋友收看賽事的您 覺得制勝關鍵到底是什麼呢 一打著火力全開 投手全面封鎖 頭打太威了 第二是名將雲集的智囊團 教練團的神助攻 再來第三就是神秘的情搜24人團隊 讓我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還是4以上皆是呢 歡迎大家參與我們的投票互動 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 中華隊帶給您什麼樣的感動 到時候主播會念出來跟大家分享哦 不過回過頭來呢 要大家來看到的 就是這一次的教練團 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教練呢在賽場當中 特別是與日本對決時 面對了強打強投 他們給足了選手信心 是他們在場上拼搏的靠山了 而這中間呢 很多人都說希望能夠向 總教練龍貓公車曾豪軍來盜竊 不過曾豪軍也相當大方說 大家不要盜竊 希望大家持續支持台灣棒球就好了 展現教練的高度 而曾豪軍呢 他在投手的調度上面 節奏相當的明快 對比日本隊 雖然他們的監督是相當信任他們的投手的 但是在賽後呢 也有很多日職的記者或者是網友 他們也在檢討調度是否還要更加靈活 但對比中華隊的調度呢 彷彿就已經掌握了他們的打者的球路跟球風 派出了一個又一個的投手一一擊破 而再來我們看到牛棚教練王建民不用說了 這是台灣棒彈史上這個大聯盟的滲頭王 同時呢 投手教練林月平呢 他還有一個自己的 技足運氣 積攢運氣的小撇步 就是不敢刮鬍子 希望可以把運氣流好流滿 果真奏效了 那麼有很多人開玩笑說 是不是比賽球是圓的 有的時候拼到最後就是運氣 有點玄學的成本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彭正銘他說11年前 在很多公益廣告的時候就已經喊話 我要看到台灣拿到世界冠軍 他說給予選手十足十的信心 但是呢 打擊方面也要給選手明確的方向 而其他的教練團呢 也都是全明星陣容 或許呢 你已經是追蹤職棒N百年的這個球迷了 像是這一些教練呢 都讓人如暑家珍 像是首席兼捕手教練高智剛 那麼內野守備教練陳江和 外野守備兼跑壘教練張建民 以及情搜小組林漢跟吳申豐 也就是因為有情搜小組在幕後 默默地搜集各國好手的球路球風 讓中華隊的教練團能夠調度得宜 也讓這些選手更有信心 面對的是世界強隊 才可以有如此的好表現 也因此呢 教練團真的是功不可沒了 場邊台灣球迷歡呼 曾總揮手表達謝應 因為從12強中華隊成軍到冠軍到手 一路走來真的不容易 曾總賽前承受不少質疑 他接任樂天桃園隊總教練 兩度帶領球隊闖進台灣大賽 都駭雨而歸 去年交出一軍冰服轉任二軍總教練 培養年輕球員 被選為12強中華隊總教練時 就出現看誰聲浪 球彈分析這次中華隊奪冠 原因投手群的穩定發揮成為最大關鍵 而教練團在選人用人調度上果斷巧妙 不過這次教練陣容比球員更豪華 像昔日台灣英雄王建民 就是這次的投手教練 我們以前沒有搬到這些年輕的選手 還沒搬到 就是看了就是非常開心 很感動 玉賽五戰投手防禦率為1.80 排名選日隊最優 奪冠後 丙總笑嘻嘻變成喜餅 場邊還看到陳柏欣 背起丙總的可愛花絮 另外恰恰彭正銘擔任打擊教練 曾在11年前喊話 我要看到台灣拿下世界冠軍 如今願望也成真 而首席兼捕手教練的高志剛 賽後也紅了眼眶 去年今年賽已經有一起合作過 我們應該要做到什麼樣的位置跟責任 這次中華隊教練團堪稱 歷屆最強每個局面細膩掌握成為 奪冠背後最大推手功不可沒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邀請正在收看直播的您 採用我們現象的投票 如果您是使用聯網電視 拿起手機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投票活動 並且留下中華隊 帶給您的滿滿感動 那麼線上也有網友說 Alex說沒有最強的中華隊 只有更強的中華隊 同胞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 那Bob Chen也說 賽前中華隊不被看好 會不會是七敵戰術呢 確實喔 球賽對於球員來說 就是戰爭兵不厭詐嘛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要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在這所有的12強賽事當中 大家應該看到台灣隊長 陳潔憲的領導力 還有凝聚選手的向心力 相當的難得 除了在精神層次的支持之外 其實陳潔憲呢 自己投打皆家 在冠軍戰轟出了三分炮 而賽後呢 他也拿下了MVP 最佳防守球員 打擊王跟外野手 真的是太有才華了 不過賽後呢 大家可能今天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迷因 貢獻了許多名場面 也就是我老婆勒 我老婆到底跑去哪裡了 大家笑成喔 這名場面叫做 這個結線尋婆 索性後來老婆真的出現了 可能從座右衛區走到這個內野區 有一段距離 不過他也大喊了 要把這個冠軍的獎牌 當作老婆30歲的大臉 寵妻十足啊 不過呢 找老婆這好男人的形象 應該是奠定在球迷的心中了 而且有很多網友笑稱 老婆在這裡紛紛留言喊話給他開了玩笑 而同時呢 其實陳潔憲也真情流露 他在賽場當中 知道終於帶領球隊拿下冠軍 也流下了男兒淚 並且說要把這個冠軍呢 獻給在天上的爸爸媽媽 還覺得當你們的兒子 他非常非常的驕傲 而值得注意的是 其實陳潔憲呢 他一開始的職棒生涯 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很優越 到日本打球 來學習日本職棒的職任精神 但是呢 在選秀的時候 煞雨而歸 最後回到國內 而這次的好表現 也有球評點評為 他是台灣有資格進入大聯盟的球員之一 從一路真的不被看好 非常的消化 我們的團隊真的很棒 努力的努力的走到了最後 拿下台灣久違的冠軍 落下男人淚鼻子還紅紅的台灣隊長陳潔憲 拿下台灣城邦首個世界冠軍 滿滿的感動跟激動 我真的覺得 不可思議 但我們創造的意思 我們創造的奇蹟 對 這座冠軍隊我們說是個奇蹟 所以我相信 你只要有夢的人 你最努力的就是 他都安打沒有極限 轟把陳潔憲 台灣隊長表現真的超神 奢強出賽7場 二次打樹敲15萬 包含兩轟是打線的穩定力量 美國幫球記者也大讚 這陳潔憲可以馬上來打大聯盟 陳潔憲事後也說 愛雨年紀打大聯盟不太可能 但這回思大獎項 MVP 最佳防守球員 打擊往外野手一次入彈 發文是寫全台人民 也甜蜜蜜放閃 說老婆世界冠軍大會MVP 是送給你的30歲大禮 我愛你 也謝謝你一直以來的陪伴 還送上愛心符號 好像在做夢 能夠跟世界好手去對抗 然後也經過這次冠軍 我們讓世界 然後看見台灣 賽後記者會也幫忙翻譯 而且回顧冠軍戰 對決互相祥真 也沒在怕 站在這麼高的天堂 我選擇我相信我自己 我不想輸給他 紅出三分炮 手還在胸前畫框 球迷說這就是在比台灣 對應之前 叛見凱穿台灣衣服 出席賽後記者會 球迷也大讚 這中職無其龍 有顏值又暖 還喜歡台灣 這樣的仇人 讓人怎麼能不愛 特別新聞亮男李堅尾 藍雲家庭 綜合報導 而事實上 陳潔憲也在台灣的中職 獲獎連連是打擊王 安打王 最佳使人跟金手套獎 不過他其實出身棒球世家 過去他的爸爸就是教練 對他相當的嚴格 還規訓他在球隊裡面 不可以喊我爸爸 冒曝光小小個頭的陳潔憲 蹲在最前排 而他的爸爸陳建章 是球隊的教練 在後頭舉著國旗比讚 原來陳潔憲 就是受到爸爸影響 才會加入球隊 爸爸本身也是教練 老師 所以就是 我媽媽也是很熱愛棒球 所以就是小時候剛好 潔憲他自己也有天分 在球隊裡面 他爸爸有叫他 不要叫他爸爸 還是要叫他陳老師 棒球世家出身的陳潔憲 是高雄人 三級棒球發跡在爸爸任教的 中正國小棒球隊 隨後進入了大仁國中 也曾在三名高中 待過大約半年時間 接著就前往日本 就讀共生高校 日本的媒體也都說 我弟弟很有禮貌 真的也是爸爸跟媽媽 對我們的教育 然後招救我們 真的很可惜就是 爸爸媽媽他們走得比較早 那當然如果他們今天還在 我相信爸爸媽媽 他們都會很開心 大自行躺在雪地上 拿著雪人合影 這是陳潔憲高中旅日時 在日本拍下的青色照片 張相親秀帥氣 而他原本打算 留在日本職棒發展 但參加選秀失利 最後決定返台 進入業餘的台電棒球隊 甚至還曾經 取得鐵飯碗的政治身份 十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因為這種精神 讓人家覺得說 我這個選手 不留起來太可惜了 2016年 陳潔憲加盟中職統一師後 陸續獲得了打擊王 安打王的個人獎項 而他這次在十二強的好表現 讓許多日本球迷驚呼 當年選秀會 怎麼會沒有看出他的潛力 甚至想起了前旅日球星楊帶綱 而陳潔憲從選秀失利 再從業餘進入職棒 現在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強的台灣隊長 實在擋之無愧 TVBS新聞 埃昭縣陳世民 SNG小組綜合報導 好 觀眾朋友 現在時間是7點24分 稍待一會8點50分 台灣英雄們就會在桃園機場抵達了 這時我們有最新的直播 而根據了解 現在機場已經有滿滿的球員 都在期待他們凱旋歸來了 而其實在他們搭機之前 也讓外界關注的是 他們身上充滿滿滿的台灣味台灣元素 像林安可拿著菜市場的 三色帶濃濃台味 而同時呢 他們還沒有從這個 贏球的興奮當中還沒有退卻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們終於血起 2013年經典賽落敗的遺憾 讓陳成威 郭俊麟直呼 開心到不敢睡覺 還以為是在做夢呢 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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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獨冠英雄機場check-in 準備從日本啟程返國 我剛才簽通了老舊 大批球迷提早守候送機 順便向MVP隊長陳潔憲討簽 但在機場令人心驚了 還有吉利吉拉拱冠跟林安可 手上拿著台味滿滿的菜市場三色帶 操守教練王建民人氣也夯都不行 畢竟王建民 彭正銘2.13經典賽 跟日本延長激戰3比4落敗 如今峰迴路轉中華隊奪冠 復仇戰一等就是11年 這次換小學弟幫援夢 擊敗日本不留遺憾 這場夢應該不會醒了 因為真的是太驚奇 太不可思議了 我是不太敢睡啦 我怕我睡得起來就發現是夢 我會覺得很真心 結果反正就也沒什麼特別 所以可能還很開心這樣的話 十日翔賽是郭俊麟國際賽最後一舞 因為想交棒年輕世代 其實現在網路上面大家在討論說 你唱國旗歌非常認真投入在唱的影片 你自己有看到 對 因為我在美國都是唱 就是聽了美國國旗歌 從來都沒有聽過台灣 就是我們自己的國旗歌 然後就想說就是認真唱吧 對啊 難得可以 就是在球場上唱自己國家的歌 對台灣之後的第一件事情 想要做什麼 好 就是 中華隊晚間反抵台灣國門 民眾要等著為台灣英雄夾到喝彩 TVBS藍玉銘 李建偉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好 真的 這回中華隊在全台灣掀起了棒球的狂熱 也讓大家沐浴在冠軍的榮耀當中 與此同時 昨天在頒獎典禮當中 大家已經有看到這黑色的球衣吧 這可是東京限定的中華隊冠軍紀念梯 看來呢 其實我們的中職還有這個棒鞋 早就準備好 覺得我們一定會拿冠軍 官網還剛開賣 結果就賣爆了 開始出現代購 不過民眾購買前還是要多多留意 小心盜版 中華隊在十二強棒球賽 終結日本對國際賽二十七連勝不敗的神話 奪冠頒獎的下一秒 球員通通整齊的換上黑色T-shirt 上頭印上獎盃以及冠軍字樣 這件就是日本東京限定商品 中華隊冠軍紀念梯在賽前就先做好 官網才剛開賣就被搶爆 現在要買也很不容易 開始出現代購 這是拿的冠軍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中華隊隊長陳傑憲也穿著紀念梯出席賽後記者會 吸引球迷瘋狂下單 因為穿上衣服不只紀念 歷史性一刻更是台灣的榮耀 當然人人想擁有一件 但還是要再三確認等官方公告 有沒有授權再下單 T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中華隊的當家遊擊手江昆宇 在十二強賽事留下了兩成九二的打擊率 其實相當相當的厲害 也沒有發生失誤 不過有趣的是呢 球迷都知道他有非常多的綽號 像是小可愛 不過現在這個小可愛對於日本隊 還有其他隊伍來說 要化身小可怕了 就連球賽主播 在轉播時都念了一長串的外號 那麼呢 就連他的遊擊飛鋪美技 都被取名為科基鋪 不過他自己對於這諸多的外號 倒是欣然接受 中華隊當家遊擊手江昆宇 複賽對上美郭 一棒送回壘上 三位隊友打下 大局 秋山主播興奮到 立刻念出江昆宇 那超長一串的外號 你沒有聽錯 上面這一整串都是小可愛 江昆宇的外號 十二強賽事他出賽 八場二十七次 守備機會沒有任何失誤 打擊率兩成九二 他的長達率五成四二 還有一轟的成績 成了名副其實的小可怕 阿坤 車車 科基 只是江昆宇為什麼這麼多外號 他自己也曾經一一解釋 我腿短 鋪起來的時候 被批成跟科基一起的那個 科基也是很可愛的 美濟的日常被批圖成科基犬 從此他的飛鋪意外成了科基鋪 而小可愛的起源就是他小學 加入棒球隊這一張可愛的照片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大概是這樣吧 江昆宇從小受到熱愛棒球的爸爸影響 一起看職棒打棒球 三年級作文就寫下 我一定要去打棒球 如果當了棒球選手 一定要為國家出國比賽 一開始身材不是很好 他的練習就比別人更勤奮 因為要用他的劣勢去彌補 看到昔日子弟兵 今日拿冠軍教練相當欣慰 江昆宇把身材劣勢 轉化成努力的動力 為自己打下各種榮譽 也讓他在團寵草莓牛奶小可愛 尤其科技國民兒子天竹鼠車車等等 繼續贏得各種新的外號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不過這場12場的賽事當中 中華隊拿下冠軍 不過日本球迷也展現了運動家的風範 紛紛祝賀中華隊得勝 而與此同時 其實台日棒球時有交流 像是有日本球員清宮信太郎 在決賽結束的時候 向恩師高國輝來握手之意 謝謝他在大集的指導 而與此同時 日本球迷也守候在飯店機場 跟王健民要簽名 王健民和球員們現身機場 被粉絲團團包圍要簽名 拿著棒球一起合照 有日本球迷拿出王健民的照片 甚至還有日本人直接穿上了 中華隊球員林立83號的球衣 這一次的中華隊真的很棒 對 就是創了很多紀錄 從來沒有過的 而且是對日本最頂尖的球員 能夠打扮他們 真的是很棒 很感動 世界12強棒球賽中華隊創下夾擊 比賽結束之後 隊長陳傑憲也在場邊幫球迷簽名 讓粉絲們樂煩了 場內不只民眾想要見中華隊的球員 有一名日本球員 清宮信太郎 特地等到頒獎典禮結束之後 向中華隊教練高國輝握手道賀 兩個人留下了經典合影 清宮信太郎 這回在23號台日大戰一度揮出安打 雖然決賽沒有上場 但他在賽後特別來向恩師高國輝致意 原來高國輝去年到日本職棒參與秋迅 在打擊方面的指導讓清宮信太郎獲益良多 另外也傳出在比賽之前 中華隊隊長陳傑憲和日本隊的小圓海斗交換球棒 中華隊隊長陳傑憲說 兩個人交換球棒純屬紀念 這場棒球12強賽事 台日球場爭鋒 台下台日友好 TV微信中華報導 確實體育無國界 而賽事過後呢 台日友好持續 大家也透過運動 讓彼此的連結更加深刻 但是呢 在賽前 卻有日本的27歲外野手陳傑良介 他太過自信 他說如果打輸 台灣隊的話 就要去當投手 而日本網友現在看到結果 認為他是不是賽前太自信 最後才輸了比賽呢 就連他的太太Selina 也問自己的老公良介說 是不是真的要當投手了呢 他還笑說是的 而中華隊的投手 江國豪賽前也酸他一下 願意贊助他手套 準備嗎 你會成為一個圖片嗎 圖片嗎 對 真的嗎 我還不知道 連老婆大人都來靈魂拷問了 日本外野手陳傑良介 不是說輸給中華隊 只要轉行當投手嗎 他回答 Yes 還是被網友酸爆 夫婦倆真是一對包 陳傑良介的老婆Selina 前幾天還在關注中華隊的比賽 俏皮模仿球迷的呼喊 其實年近四十的她 比陳傑良介大十一歲 兩年前姐弟戀修成正果 Selina婚前懷孕 代球嫁給陳傑良介 還有報導指出 陳傑認識老婆之後 就跟家人斷絕了往來 不過現在就算老婆俏皮救火 也救不了戰犯的罵名 陳傑良介賽前 無厘頭說自己從未來穿越 預知是贏定了 結果被中華隊完封 賽後當然被日本網友算帳 有人說她明顯太輕敵了 也有人酸她 從不同的平行宇宙穿越回來 認為賽前慶祝 捏對手威風不太好吧 就連中華隊投手 江國豪奪冠當下 也忍不住補刀 陳傑良介賽後 似乎沒有打算履行當投手的承諾 只說要繼續回去練打擊 備戰下個賽季 日本球迷已經敲碗說 明年日職的開幕戰要看她 當先發投手 TV節目送不到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個為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7點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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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